政委還有我們務次長 還有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部裡面的一些主管 還有我們媒體朋友 我今天很高興可以請到我們行政院的唐政委員 來跟我們講專題 那我代表海關表示感謝 因為我非常希望就是說 給我們海關同仁一些新的思維 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 輿論這麼多 民意這麼多 在做公共政策的時候怎麼去行程 怎麼去溝通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唐政委來跟我們上這堂課 那上次其實政委員有主持一個行政院政策的一個網路開放平台 我們那個3000塊降2000塊那個議題 我們就去參與過協作 那透過那次協作以後 後來就很順利的去推動 所以我們其實是跟唐政委有一些接觸 那政委時間很有限 那剛剛政委有講說 請大家踴躍來發言 讓我們這次的互動增加 那我因為他時間很有限 我就不耽誤他的時間 我們是熱烈的組長 來歡迎政委 好 大家好 非常高興來這邊 有這個椅子是要我坐著講的意思 那我們就坐著講 我們接下來有大概五十分鐘的時間 那我要講什麼是完全由大家決定的 所以如果有手機的話 可以不管是掃出的QR Code 或者是打開一個網站 叫slido.com slido.com 再輸入1221 請號不用輸入 這兩個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掃到QR Code 就不用輸入1221的代碼 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已經有人在上面說證明好了 那在這個上面呢 其實規則非常的簡單 就是任何人只要想到 任何想要問的問題 你就直接留言上去 那因為大家都要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就是對於這個隱私 有非常好的保護 那所以這個通常舉手法文 大概次長在的話 可能達到六折吧 但是這個在網路上 就可以非常直接的來提問 那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我就比較知道說 在這個地方 大家比較關心的題目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在 比較多人按讚的 就優先回答 那這次因為是用Apple TV投影 所以我待會放一小段影片 就是稍微說明一下 這兩年在行政院的工作的一些事情 那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影片可以想要提什麼問題 跟影片不需要有關係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大家會提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放 我不知道聲音會不會work 我們就試試看 不行的話 我可能要手動配口白 我怎麼 每一個部會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朋友們呢 去專門針對這些 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有知道這個用情 它還有一個充值 我其實本來預期是 唯一要打很多關 整個朋友 一兩百萬人就去用它 所以感覺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 有這個路徑 是很大的事情 我們跟民眾一起 寫作出來的東西 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也覺得 看到政府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是跟民眾 有一個真相關的關係 就是 人們從一個國家 去解釋自己的過程 去解釋自己的過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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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社會創新 能夠著重 立即點 載於行政部門 以及公民社會 中間的互信與協力 剛開始是 我們是一個 是QV女主制 那想要用 V女主制的模式 來設立一個 主義公司 這部隊都來開會 來溝通這些狀況 我們今天當中 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對 以前 來講的話 已經往曾經 前進了一個很大的 對 今天 我們要做新方做社區 這些的民眾來講的話 會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來 我們來 我們來最終 台灣一定會 越來越好 我接觸到很多民眾 他們是真的 是想要了解 社會企業是什麼 概念的民眾 因為真的是 看到社會之下 這個社會的這個 窗 也是能夠 我們來 發展各種 社會之類 你可能會覺得 這部部門的公務人員 好像 他們其實很長 面前的聲音 在相當的聲音 跟技術不大 可以引擎 那部分的角色就是 可以把這些 玻璃的聲音 蓋到 蓋到這裡面 一方面是寫著 一方面也可以是監督 讓我們的 運作跟對方 可以 都可以找到 對方很真 如果覺得 政府網上蠻有 如果覺得它不好 那來就對了 來的話 你就有辦法改善這些東西 好 大概就是最近兩年做的一些事 那 這不是我個人 就是 就是 剛剛那個組織 就是Apolitical 這個智庫 最近也才把 全世界 這個今年 就是 二十大 政府的創新團隊 那 目前台灣的開放政府 聯合人團隊 是排在第二名的 那當然 可能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上去投票 那 對 那是 確實是我們做的很多事情 它不是只解決台灣這邊的社會 互刑等等這些問題 它也是讓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說 在台灣這樣子一個有非常完整的 這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它不是 對民主不是一件壞事 它甚至可以促成民主的神話 所以大概就是 也有國際上面的意義 好 那 這個 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來處理各位的問題 有一個朋友想要問說 請問三千這樣兩千的議題 網路上是不是真的有比較少背嗎 確實是有 我們在 行政院都會每個禮拜接到 那個瑜琴的熱度的分析 所以那個瑜琴的熱度 至少在第一波推的時候 那個是有出現在那個溫度計裡面的 而且什麼負面音量遠大於正面 音量 PM比我忘記是多少 反正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接到那種報告 那但是等我們協作之後 然後有一段這個緩衝期 宣導期 然後在宣導期之後 再推動的時候 它就完全沒有升到那個 就是音量溫度計裡面 所以至少我們滿確定說 一開始就是比較抗議的那些朋友們 在了解到他比較說公平科學的原則 等等的之後 或者是整個國際的關稅協議等等 這些比較就是全局的這樣一些 資訊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也沒有什麼好抗議或反對的 那我們最近才出了一個 也是很類似的案子 就是騎機車現在會需要 交一些隨車承受的道路維護管理費 那道路維護管理費 依法是做道路維管的使用 可是因為它現在目前名字叫做期燃費 那所以大家就把期燃費跟稅 有點混為一談 其實它跟稅是沒有關係的 那但是因為稅費 可能對各位都非常清楚是有什麼差別 對一般人這個可能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欸那電動車不用講過這個燃料稅嗎 那為什麼不是隨油征收呢 為什麼是要用隨車或者隨歷程征收呢 大家就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想像 因為對一般人來講 稅費特別功課等等這些東西 並不是一個很直覺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我們就把各種不同倡議的朋友們 然後跟包含全國加油站相關的朋友們 各種不同用到油但是不會用到路 像農機具的這些朋友們 跟用到路但是不會用到油 像說電動車等等這些朋友們 都聚在一起呢透過兩個會議場 那確實就是這是一個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那最後大家拿到一個共識就是說 這個名字取錯了 如果一開始就叫道路維護管理費的話 沒有人會抗議 那所以這個東西也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一個結論 那這個結論當然院長 我們每個禮拜五去開這樣的會議之後 每個月現在開大概兩到三場 那禮拜一我就會去跟院長報告 那院長只要一拍板 那這個東西就很明確 我們就是要告訴立法院說 我們可能要改一個名字叫道路維護管理費 而且以後是從隨車那到未來試驗 所以李強的徵收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讓我們所謂回草的朋友 不是用躺吃而是進廚房 那進了廚房就會發現說 人民跟人民之間彼此互相對話說服 要比我們自己卡在中間一個一個注意說服 要容易的躲大概是這樣 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開放政府的目的是要開放 那麼對於公共們的各項業務是否都適合採用 那如果參與公民委員署不具代表性 那是不是造成了政策或者措施的偏頗 這非常好的問題 首先就是說如果是國家機密的話 那當然是不適用的 我們在開放政府的單地平台 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有各種參與的一個角度 他大概追求的都不是代表性 而是多元性 這句話怎麼講呢 就是說好比像說我們是對市政或者是憲政有興趣 那直下市跟這些縣市有一些方式 能夠問大家有什麼想法 那行政院這邊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嘛 就是我們有聯署 然後我們有行政院的具體的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他們現在到底正在執行哪些中長程的計畫 簡單來講就是管考處看得到的 那人民也看得到 所以是一個公開管考 1380個不同的專案 大家都可以具體來這邊進行回應 但這裡面沒有什麼的 當然沒有國家機密 所以國家機密是不在這邊出現的 事實上我進入行政院三個工作條件之一 第一個所謂激進透明 就是我看到的東西都可以開放出來 就是在我們叫做政府諮詢公開法裡面的擬稿階段 它是以不公開為原則 但是對公益有必要得公開之嗎 那我就是說我看到一切對公益都有必要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又因為國家機密法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接觸國家機密 所以每次有什麼演習的時候 我就是請一天假 所以我還是不知道同鄉指揮所在哪裡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不看到機密就不可能洩漏機密 所以就是國家機密這件事情 當然是排除在外 但是當然做國家機密的案子是相對是少的 那這些就是跟大家息息相關的 污水下雪道 長照 社會住宅 資料開放 食安 治善 防災 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也都關心的 那我們在一開始說這些都要透明出來的時候 確實各不會都感到非常的不安 就是說本來只有可能監察院國發會 跟立委在管考我們 現在是兩千三百萬人都在管考我們 這樣真的對嗎 那所以呢我們當時就說 那不然我們就自己先示範 我們從行政院院本部管考的先開始上線 那我們不強制要求每個不同的部會 那後來大概就發現說行政院的院各處 這種就是重點管考的 像這個其實是累計執行進度 累計的預算達成率 他開了多少標案 工程怎麼樣 他全部攤在這個網路上面 其實並沒有增加同仁的這個執行的困難 那反而是當這個有人在提問的時候 像這位拼字不是很違反 但他問的是圖是不是有錯 這個應該大家看得懂吧 對 拍打兩個問號 就是非常具有鄉民的風格 但是他問的其實就是說 累計的預算執行率為什麼會往下掉 就是累計實在不應該往下掉的 那所以呢這個當然同仁就馬上回覆說 因為廠商執行進度不利 我們這個改善不能改善 解約了他把錢還我們 我們再找一個廠商 現在又做得比較好一點了等等 但是在以前他一通一通電話 或一通一通這個部長信箱回的時候 每一通打來的人都不知道 前面四十個人已經問過一樣的問題 所以同仁就其實是需要這個加班的 以及每一次的互動都 就是相當的這個重複性常常高 那現在因為有這個公開的平台 所以常常來的部長信箱 他就貼一個連結就好了 甚至他根本不會來找他 因為你Google金門大條路後 大概就會看到這一頁 所以其實他就是只要回答一次 他可以堪提下來省掉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樣子試驗一年之後 就各部會都願意來加盟 所以我們現在才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千多個計畫都在上面 具體的跟大家討論 所以這裡面就是兩個很重要的 就是第一個不涉及機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這樣子的對話 對於公部門的朋友來講 是減低風險的 因為你就比較沒有三十通電話 不小心講錯兩個字 跟上一通電話講的不一樣 就被大家做文章的這種風險 你就只要回應一次 那而且在工作量上面 也是有所減化 就是讓大家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加班 所以可以早點下班 要少一點風險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值得做 不管來提問的人有沒有具有代表性 可能那個代表性完全不是重點 因為這個是我們不是為了透明而透明 我們是為了給出一個交代 那給出一個交代在英文叫做 accountability 這個字非常非常難翻 就是學者有人翻課則極致 有人翻當則 有人翻可問則 那我一直都覺得你把責這個字帶進去 那他就覺得肩膀壓力很重 所以我現在都是說給出一個交代的方式 這樣聽起來就比較白話文一點 所以這樣給出交代的方式 我覺得就是要求的就是意見的多元性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開放政府上面 審計部其實是非常active的一個參與者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隨便問一個 這個如何加強監督台北市推廣 什麼循環業務啊 新北市攤販公有零售市場的管理啊 什麼公共自行車啊 強化誘託政策智慧節電 然後新竹市有什麼河川水智治理啊 然後台北市就是本來是屁股工廠 然後他們有一個設企大樓 用一塊錢的租金租給社會企業 去做生長就業啊等等 那每一次審計部都是在這個上面 問大家有什麼疑慮 那我們這行政院其實是很羨慕 這個隔壁院的審計部的 因為我們每次問大家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這個想要的這個點子 這個有二十個人來就不錯了 但每次他們問有什麼疑慮 動不動這邊可以看到就七百人 或者四百人 可見提出疑慮比提出建議要容易得多 那所以審計部在以前就是每次地方政府 有這種創新做法的時候 它是兩面不是人嘛 就是說它如果說 這個審計原則我們很難去配合 那這樣就會被民間說 你阻礙創新 但他如果說 那我就讓他過了 然後我做一些新的審計原則 那第三個朋友就說 你沒有回應到人民的疑慮 因為他們怎麼講都錯 所以在現在呢 他們因為有開放政府的關係 每一次他們只要覺得審計原則 有點不太知道怎麼建立 他就馬上來說 那請問大家有什麼疑慮 那所以像剛剛設企大樓那個 他們收了不知道幾百項疑慮之後 就整理成九個整億點 然後就跑來問負責社會企業的政務委員 也就是我了 那然後呢 我就必須要一一回應這九點的疑慮 然後他們就拿政委的回應去 回應這幾百人 然後說你看我們現在按照行政院政委指示 他就是建立了新的審計原則 然後回應到了各位的疑慮 所以他是兩面都非常好做人 就是他從民間來講 你看有回應到大家的疑慮 那從對行政院來講 你看我沒有擋到地方政府的施政 那有什麼風行都是唐風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非常有效的 善用民間的這些疑慮 來做成新的就是行政革新上面的一個審計原則 所以同樣的第一個這無射機密 就是不怕人知道 怕人不知道的一些新的事情 那第二個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幫所有人都分擔掉了風險 然後讓大家都能夠早一點下班 因為畢竟空間也不是很想一直解釋 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大家也是很想說 那事情試試看怎麼樣做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同樣的我們並不是希望說 每一個區長、政長、里長、組織者上來 因為畢竟這並不是代議政治 大家要提供的是自己第一手的經驗 跟一些疑慮的感受而已 那在政策規劃可以說是最前期 我們本來是辦民調 或者是少數的學者的 就是Focus Group 就是專家座談 或者最多一點點工廳會 等那個期間來做開放政府 這個並不涉及後面的 縣市議會要通過那個設計大樓的預算 所以這個跟代議政治是互相補強 但是不是一個取代的關係 所以它自然不需要同樣程度的代表性 因為它是在政策規劃的最前期 就做這件事情 那這邊唯一跟行政程序法 政府資訊公安法的進合 只是說你如果要願意討論的話 那確實你在擬稿階段 就必須把一些想法先拋出來 你不能等決定了再問 因為如果等決定再問 就是社區大樓都已經蓋好了 然後問大家這個外牆要漆成什麼顏色 當然是沒有人要來的 所以就是必須要在最早 就是大家有疑慮的時候 就已經能夠進行討論 我第一問題通常會回答比較久 是因為讓大家有問問題的時間 OK好 那有其他人問說 對於網路上面假消息跟不實的訊息 要如何適當的處理 以及適當的回應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從入格開始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在Facebook 或者是在各大的新聞的留言區 或者在PTT 在VOGO01 在任何的網路討論區 只要有任何關於我的不實訊息出現 那大概一小時之內 我就一定會在底下留言 然後去進行即時的澄清 跟即時的討論 然後一開始這個網友 非常的不習慣 然後底下就會說 這一定不是本尊吧 這一定是小编在操作吧 什麼 那這樣有人質疑 因為Facebook現在可以上傳短視頻 所以我就會自己趕快 錄個這個10秒鐘的這個短片 然後就把這個網友的留言念出來 然後說這個具體回應你的問題等等 那所以這個過了大概不到兩個月 大概就沒有人質疑 說這個帳號是我本人了 因為每一次他們只要質疑 我就會自己錄一小段短片出來 那在這這樣子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說謠言要能夠滋掌 不是敵方創生 我要換一個箭報 謠言如果要能夠滋掌 還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我們這個謠言是放在一個 這個在未看前轉 然後大家有強烈爭議 這叫爭議行銷嗎 就是說任何在網路上 你看起來有爭議 大家自然會去圍觀 那所以其實有一些明明沒有爭議的東西 它可能因為編輯下一個標題 轉發人家的一個標題 它看起來變成有爭議 所以越爭議越會轉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爭議的過程裡面 其實不只政府部門 它是在讓大家彼此之間的互信 慢慢慢慢的減低 等於是說好像每一個人都是造成爭議 但是卻沒有辦法就是具體的去解決爭議 那台灣又是言論字又是核心價值的一個地方 尤其在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我們出力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即時的回應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那這個朋友 你每天會這個打電話或傳傳訊息 每個禮拜會約出來吃頓飯 或者打籃球 看個電影什麼的 那如果你接到關於這個朋友的八卦謠言 或這種高度爭議的這個訊息 你第一個反應當然就是會去問他 或者是在下次見面的時候 我告訴他說 別人這樣講你還是要怎麼一回事 但如果這個朋友他是三個月或兩個月 才回你一次信 那寫的信都是一些八卦文 而且這個你上次問他問題 他只回答五分之一 他說不是本會全責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這個謠言就有地方滋長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沒有辦法獲得完整的脈絡 就只能腦補 那腦補是就是年輕人的一個網路用語 意思就是說投射的一個作用 把不清楚的地方 用想像去加以填蔓 就好像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可能外面有這個什麼響的聲音 鬧鐘的聲音 但你又不想醒來 所以會在夢裡面編一個故事 去合理化這件事情 那所以在網路上 如果你不及時澄清的話 就有非常多腦補的空間 那腦補雖然很補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 每一個人都會腦補一堆陰謀論進來 那等到陰謀論進場的時候 那再去澄清就非常困難了 所以就是說即時回應是第一道防線 那當然如果我們沒有做到即時澄清 就是60分鐘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60分鐘內 如果沒有即時澄清的話 那謠言當然一謀論什麼就開始滋漲 那它滋漲很可能會到一個 讓刻意操作的人有機可乘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公民社群的一個網站 叫做cofacts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來看我們目前在line群組上面 全台灣目前最多人傳的謠言有哪些 那這個有 並沒有這個就是 違背西斗這個性別平等精神 因為你每次來這個網站 它會有一個不同的人稱代名詞 然後來 為什麼都是同一行緣 手氣不是很好 總之就是每次他看到這個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加這個當作line的好友 他的這個機器人名字就叫真的假的 那你每次看到一個訊息 他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時候 但是他有高度的爭議 所以你可能就有一個轉傳給某鬼人的衝動 這個我也理解 那所以就把這個衝動變成轉傳給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呢 他收到之後呢 就會透過群眾查核的方式 來告訴你說這個傳言它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 那這樣子的好處 就像我們以前email 常常會有些垃圾詐騙郵件 在2000年初的時候 我email裡面常常收到說 奈吉利亞的哪一個王子還是公主啊 什麼有3000萬 什麼要回到海外的什麼戶頭啊 等等的這種郵件 就是當時非常非常多嘛 大家覺得說快要被這些郵件淹沒了 那我們當時解決的方法就是 讓大家去檢舉這些垃圾詐騙郵件 然後放到國際上的一個資料庫 叫做Spamhouse 那在那邊我們再去分析這些 送垃圾郵件的人的行為模式 那到現在你接到這些郵件 九成九的幾率 大概就是跑到垃圾郵件那個郵件夾裡面 它也不算是言論管制 因為你點了還是看得到 但至少它不浪費掉你那麼多的力氣 那所以真的假的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當越來越多人 這個區域回應這些謠言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目前台灣最流行的謠言是哪些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不一定都是假的 有一些也是真的 那所以他們目前回復的速度非常快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最多人回應的西藏 拉媽理師會最近宣布 麥可傑克森成身為鴨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會很多人賺 飯後馬上吃水果會吃 這是蠻多的 我想這些就不停太久 面得大家精神很無人 但是 但是就是說 這有個好處就是 它會把在地下正在轉傳的這些訊息 好像病毒它正在演化 那它在中間其實就是讓它 所謂的見光詞 就是說每一個在傳的這個地下的訊息 現在就有一個網址 那有網址之後大家就可以繞著這個網址來進行討論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好像是打了一個心靈的疫苗一樣 因為疫苗其實一開始就是 毒性比較弱的病毒嘛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就覺得很好笑 會哈哈的時候 那未來當它在演化成衝擊度更高的 或者更有爭議 或者配上一張更讓人轉傳的圖的時候 等於我們這些事先看到的 或者真的假的這些朋友們 就可以當作好像已經打過疫苗了 它就不會 到它是不是就會停了 就不會轉傳 那這個在這個公共衛生 心靈的公共衛生上面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 真的是非常嚴重 它已經變成了這個 整個社會都非常關注的事情 它不像說比如說 比如說會不會傳人類 等等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在台灣還有另外一個公民的這個團體 叫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那他們就會是用調查報導記者的方式 去看到像真的假的裡面 把它放到這個檯面上的這些正在流傳 而且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的這些謠言 然後他就會去用調查報導的方式說 那我們問了哪些收醫專業 哪幾位教授 目前的科學證據 他看了哪些paper 具細密的教大家說 如果你對一件事情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 那麼事實查核方式應該是這樣的 一步一步一步 就可以知道說這件事情的真相怎樣 但最後的結果就是說 好那它就會變成這樣一個事實查核報告 然後說它是錯誤的 那所以也跟垃圾詐騙有件一樣 就是說當這個組織把它標明成錯誤的時候 因為這個組織是國際事實查核網絡的一員 所以全世界的各大平台都承諾說 會跟這樣子一個組織合作 那未來好像在Facebook上 Facebook有公開說到明年的第一期 那如果現在Facebook上面轉傳的這種留言 被事實查核中心已經明確地 經過詳細的透明的查核被判定為假的話 那麼它就會調降它的傳染力 意思就是說這樣子一則訊息 除非你只有這一個朋友 那這樣牆面上還是會看到 但是如果你有別的朋友的話 那臉書就不會給你看 這些已經被查核是假的這個訊息 那目前在國際上它是降到不到20%的傳染程度 那所以這個又是有點像垃圾詐騙郵件一樣 等於直接把它放到類似像詐騙郵件的形象 那上面會標明一個說 市值查核中心查核這個為假 請按這裡了解更多等等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使用介面上面 大家就可以理解到說 那每一件事情其實有幾面的看法 但是這種就是造成危害的 已經造成大家的不安的這些訊息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公民科技的方法 來進行處理恢復 所以如果未來就是臺灣市值查核中心的朋友們 打電話到這邊求證一些訊息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把它們當作中央社看待 你看我們越快的回到這個網絡裡面 那它就越快的把正確訊息告知 他們越快的把正確訊息產生出來 那從國際平台的角度 它就有越強的這個signal 去讓這些謠言不會去傳播 然後讓真實資訊能夠傳播的比謠言快 因為謠言總是先發的 那但是真實資訊是後缺的 所以我們現在用各種演算法的方式 去抑制這邊的速度 然後去增強這邊的速度 大概是這樣在做 有另外一位朋友們說 愚行處理要公務門疲於奔命 有沒有好的建議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主動而不是被動 被動的時候是永遠追不上的 那所有反應式的東西 它都有一個極限 就是說你一開始傳到10萬人 但你的反應大概沒有辦法傳到所有的10萬人 除非用國家級警報 那個沒有辦法每天用 每天用的話 可能也沒有回答經濟報的強度了 我覺得用那一次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那個就是只能用幾次而已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平常 就有一些參與的方法 讓大家本來就了解政策制定的脈絡 就像剛剛講的 不管道路維護管理費或者是關稅 或者是我們的報稅軟體等等 只要有人參與過之後 他在腦裡其實就有我們的 這種公共行政的全局官 那只要有足夠多民眾的這個全局官 他們就可以作為我們的倡議者 等於幫我們去跟親朋好友解釋說 到底這件事情是怎麼回事 那舉例來講 像這次有帶一些漫畫來 這個就是叫做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就是去年五月的時候 有一位叫做卓志願的 在我們的連署的平台上面 提出了這樣子一個提案 嚴格來講這不是一個點子 就是純粹的負能量而已 那但是呢這個純粹的負能量很有意思 就是它會讓非常多人去腦補 所以在當時可能對不管是財政部長 或對官方網路公司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謠言 非常多的圖片 在網路上面的流傳 然後立委的質詢等等 那當然原因就是 除了第一天塞車之外 那就是在Mac就是蘋果的電腦上面 當時因為就是一些技術的原因 所以會有一個請安裝元件中請等待 然後那個彈出視窗就會被擋住 然後所以據說這個黃國常委員 就看著那個螢幕四個小時 這個還是沒有辦法到下一個畫面 這種情況屡見不顯 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的難以忍受 那但是我們如果是 以輿情反應的角度 來處理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永遠只能解釋問題 不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在政府的開放政府 聯絡人楊金燈專委 他就採取了一個行動 那就是好像不到48小時的時間 他要在網路上面去回應 然後說所有這些吵得對凶的朋友們 感謝他的批評指教 各位都自動獲得兩個禮拜後 在財政諮詢中心 一起來研發2018年報學軟體的入場券 也就是說你只要罵就有入場券 然後當然我就推文 表示說他是有這個政委背書的 那這個成效非常顯著 本來因為我們都有做那個聲量的統計 本來是八成全部都是說 部長下台規模網路怎麼樣 然後只有一成不 兩成不倒 在弱弱地說 我用Windows刀很順啊 但是沒有人理他 但是呢 這個楊專委這個 PO文一PO出來之後 到我們協作會議中間 風向馬上就逆轉 八成多的朋友都非常有建設性的 在提出批評指教跟意見 只有不到兩成還在那邊弱弱地說 部長下台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只是一個邀請的動作 就可以去把本來看起來好像 你只能一一解釋的那種語情 變成他們來幫你解釋的 這樣子一種夥伴關係 所以這個邀請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不是大家都住台北 所以除了我們天安人 主持人之外 很多朋友其實是 透過YouTube直播的方式 來看我們怎麼討論 網友的批評指教 怎麼樣一起進行創作 然後也透過像slido那樣子的 就是界面透過網路 來告訴我們大家的想法 那這個地點當然是在 非常具有創意的財政資訊中心 對 那這裡面 如果你是小編 就是處理輿情 然後想要用一種參與式的方法 處理的話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 像我們當時在使用者旅程 是把整個報稅流程開始之前 報稅的流程 然後以及它的之後 使用者碰到行動需求問題 解決的問題等等 全部都用這種視覺化的方式 讓大家一覽無遺 那所以呢 重點就是不是它的量 而是它的值 如果有一千人 都PO一樣的意見 在這個上面 也只是一張便利貼而已 那這個空間的營造 是非常重要 確保大家都知道說 你洗板是沒有用的 那另外就是說 小編在把這個 大家的這個批評指教 變成我們的政策議題的時候 必須要尊重網友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本來寫字報多 你key進去就要寫字報多 但這個其實我們公務人員 都是有一個 讓長官看了一些 他不要升高的這個本能 我們會希望把它改成說 這個可能說文字稍嫌冒長 或什麼之類的 會稍微把它打個折扣 至少六折七折 對那網友如果說 華麗到讓人迷惘的話 那這個可能說 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設計 可適度刪除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董事會有一些反應 可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網友就會覺得說 那你沒有把我當夥伴 因為我的真實感受是 只要你打了六折 再放到你的政策文件裡面 那這樣他就不會幫你辯護 他最多就是不來這個 翻你桌而已 但是他不會變成夥伴關係 所以你要擁抱網友成為夥伴 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刪掉他的驚嘆號 你可以刪掉他的混號 但是他裡面的具體的實質 的他個人感受 必須要原樣的呈現 即使是他質疑了 你的這整個架構本身 不像去年在報稅的時候 五區國稅群 各自有一個不同的娃娃 還是什麼東西 報稅報到某個程度 會跳出來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 那就是希望 我們報稅的時候 心情好一點 那就有非常多的網友 尖銳地指出 這個報稅心情就不會好 想到報稅心情就不好 他們認為所謂的痛快 就是痛的就要快 你快一點結束 不是中間要花我十秒鐘的時間 感謝我們國家的貢獻 我平常可能看的心情會 報稅的時候 看就是一種被諷刺的這種感覺 而已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是 完全沒有必要的 請不要這個 試著拖長時間 任何拖長時間 都不會感受不好 那所以這個 是有點在質疑 我們的設計思考本身 那但是這個 你也必須讓它原樣呈現 不然它是不會覺得 你是夥伴關係 所以等到這個 都原樣呈現之後 網友參與率其實很高 右下角就是這些 最會吵的朋友 那大家不管他們說 無區國稅局怎麼樣 說官貿怎麼樣 當他們真的來到工作坊 我們說見面三分勤 就是官貿跟國稅局同樣 就在他面前 那他這些很酸的 其實是講不出來 而且大家就真的開始畫 今年的這個報學軟體 所以我們今年的 當然在Mac跟Linux 跟移動裝置上是長這樣 是非常漂亮 比起本來的焦華的那個版本 那但是重點不是他很漂亮 因為只要砸足夠多錢 他都做得到 而是說這個他後面有幾千人 是覺得是他們一磚一瓦 好像一起蓋個廟 這個有一塊磚頭是他的 就算只有便利鐵是他的 他也覺得這是我的東西 所以滿意度96% 很多是這樣來的 不是說真的做得多完美 而是他們覺得這是我幫忙接生的 那而且呢 在新的界面裡面很多朋友 我們也知道 我們在上線第一天還在改界面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這些提案人 都每一個當作免費的客戶職員 都不睡覺 都在網路上面 不斷地去這個解釋大家的問題 所以我想就是有這個夥伴關係之後 這個就是非常堅實的一個感受 那之後所有關於這個相關的 餘情謠言等等 我們就看到即使到今天做職員 都還在幫財政部去解決一些 這個謠言啊等等這些問題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心裡有一個 那這個project我也有refer 的這樣子一種看法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要 就是做一件事情 不一定要全部自己做 然後要有夥伴關係的這樣子 一個概念 有五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網紅帶風向的這個看法 這邊網紅的意思就是 所謂的自媒體 那這個自媒體它的 閱聽大眾的數量是非常多的 可能比傳統媒體來講不遑多讓 那帶風向的意思就是說 他看一件事情有一個特定的角度 那他被他灌輸這個角度的大眾 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一個成見 那第一個我是覺得說台灣的好處是說 可能各種不同形態的網紅都有 事實上是非常多的 那一個人呢他也不會是 就是比較是盲目膜拜式的 好像一整天就只看同一個網紅的節目 所以在閱聽人這邊 閱聽人的自主權我覺得是特別好的 那這個也是在台灣 因為我們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嘛 所以不管任何事情 大家都可以看到各個不同邊的網紅 在講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角度 但這裡比較困難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他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有一種比較單點式的 就好像是說他有一個詮釋 就希望大家跟著這個詮釋走 然後就說什麼什麼下台啊 剛剛講的那些 那我們要把它平衡過來 我們不能夠只找另外一個網紅 然後講另外一邊的 因為這個通常framing就是 先進去那個角度的就贏了嘛 那所以不是用網紅把風向 帶回來的做法 而是你要順著這個風向 然後說對你你媽的很對 你講的都非常的正確 那我們能不能一起 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能不能一起去改善 也就是說這個其實是網路時代 跟以前的媒體操作 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在其他的媒體操作 在過去的時候 你是可以透過類似 像平衡報導 平衡版面 平衡秒數等等這些方式 去做到一個左右並程的這個情況 所以雖然這個壓力很大 但是至少那個記者 那支筆還是可以是在中間 去進行一個權衡 但是現在的網路時代 完全不是這樣 他左邊跟右邊的那個繩結 很可能就被截圖 然後就去轉傳 然後就在某一個方向網紅 就帶風向 他根本不會有版面 或者空間上的平衡報導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要因應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唯一的做法 就是我們不要再問說 到底要怎麼樣平衡報導 這個問題已經消失了 我們再問的是說 大家有不同的立場非常好 那這樣我們怎麼樣 讓大家看到彼此有不同的立場 而且在中間去創造一個空間去說 那我們有沒有一些彼此的 共同的價值 比如說報酬應該越快完成越好 這應該是共同價值吧 然後這是跟風的價值的前提 像大家不同的立場 那能不能夾在一起做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在網紅帶風向的時候 不要逆風去操作 我們順著風 然後去讓各個不同風向的 也都進來 然後說我們這些都看到了 那大家一起來創造一些東西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 我們在運行處理當面 最重要的一個態度 或者說一個基本的一個立場 有四位朋友們想知道說 那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對公務門具體上面 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其實我剛才講的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它可以省時間 因為你就是不用重複 一個一個打電話解釋 目前的實際狀況 那第二個是說它可以降低風險 因為大家一起集思廣義 做出來的決策 不但不會那麼多人罵 而且至少有人願意幫你辯護 因為他有參加過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會有credit 就是會有成就感 因為其實作為專業文官 就是跟就是minister 像Digital Minister 像政委的關係 在過去其實常常是 如果事情做得好的話 那大概都是政務官的功勞 那但是如果事情沒有做得好的話 那政務官永遠都可以blame事務官 總之是一個不是很對等的關係 那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開放政府它是逆轉這個權力關係 也就是說如果事情做得好的話 那因為有完整的紀錄 而且是事務官直接在第一線 去跟人民進行溝通 所以人民就會覺得說 是這樣子的工作者 他非常專業 而且能夠輔導我們 去達到有建設性的 有價值的東西 但是這一套呢 需要政務官的事前授權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爆炸的都是唐鳳的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credit是shared 那risk是集中 那這個集中的risk 其實並不是真正的risk 因為你只要把空間設計得好 其實是不可能爆炸的 但是只要有這個長官出來說 那如果爆炸的都算我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的credit其實是非常容易分享 那所以我自己呢 在巡迴全台灣去做 社會創新的相關的座談的時候 就是運用了這樣一個技巧 就是我到每一個地方 它可能是像之前到台南嘛 然後再之前到台東 然後之前桃園接下去南投等等 就是在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去跟當地的組織者 他可能是出去互助社 合作社的協會 NGO社會企業等等的這些朋友 然後他們都可以去說 他們有哪些結構性上面 跨部會難以解決的問題 但第一個他們在談的時候 就是多方的 他不是Lobby 不是個人的 那第二個是說 他所提到的部會 所有這些承辦的科長這些朋友們 12個部會都在台北 都在我們空中的社創中心 雙方是用遠距視訊的方式 彼此之間互相看到 所以其實隔著螢幕見面也是三分情 所以其實第一個就是 大家並不會真的很不理性 那第二個是說 你隔著螢幕其實也沒有辦法丟雞蛋 它不會從螢幕穿過去 所以大家都沒有這個暴力的傾向 因為暴力也沒有用 所以我在這邊巡迴 但是12個不同的部會在台北 很多時候這邊拋出一個問題 比方說像勞動合作社 到底要怎麼樣進入政府採購 而不要被內政部跟勞動部 中間對於勞基法的不同認識所綁住 或是說剛才影片裡面說的 協會能不能設一個子公司 那等等的 各種非常結構性的問題 在以前他可能跟 聽得懂他講話的距處 他成到部會之後 部會中間企業A4 然後就會內政部 會衛福部 會什麼部 然後到最後大家都忘記 本來的問題是什麼 這種狀況 屡見不鮮 但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大家都是具體的聽到這個故事 我甚至會去前面 已經先去注意天 先了解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一個 很有創造力的環境裡面 大家集思廣益 他不能再說 我要會內政部 會衛福部 因為就坐他旁邊 所以大家就要這個 在具體的這個 腦力其他情況下 然後去解決他的問題 那其實公務員真的 這樣子解決問題 而且被民眾看到 其實這個是會被 在民間被傳送的 所以其實大家的主觀成就感 都變得比較高 那在這中間 如果發生任何這個意外 或風險等等的話 反正都是我負責 所以意思就是 大家就可以很有創造 也提出各種各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空總社創中心 這個空間 其實也是我覺得很有幫助 因為大家只要一塌入這個空間 馬上有一個很創新的感覺 那為什麼是因為 這些空間本身就是 做社會創新的各個團體 像這個是喜漢兒的 他們在藝術治療的時候 畫出來的東西 那喜漢兒的這些朋友們 就是透過這種 有創意的集合的方式 在認知這個世界 所以這些其實 藝術治療師 或者我們其實都畫不出來 是從他們眼中看到的 有創造性的這個世界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又有好吃的食物 又有好喝的 又有什麼 還有音樂等等 總之風源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比較容易去做到 跨部會跟跨部門的創造 那這樣子的好處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空間 真的蠻舒服之外 另外就是說 那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得到解決 那解決之後 大家就可以多畫一些事情 解決問題 而不是解釋問題 真正解釋問題 並沒有什麼主觀成就感 也有為朋友問說 開放政府能不能夠 反映真正的民意 是不是會被操控 其實我們就看 像slido這樣子的空間 其實大概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 這就要問說 那slido能不能真正反映 這個房間裡面的朋友的看法 當然它不可能是全面的反映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 沒有帶手機 可能有些朋友 就是不是很想發問 那可能只想按讚等等 但是無論如何 它都是比本來的全力關係 要稍微好一點 那在以前可能舉手 就已經有很大的勇氣 所以第一個 它不是完美的 但是它比以前稍微好一點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空間比起別的空間來講 你沒有辦法干擾其他人問問題 以前如果是傳麥克風的話 那一個人講的 如果是整個房間裡面 只有他一個人關心這件事情 那他拿麥克風講 那他可能會被虛 或怎麼樣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拿麥克風的權力太大了 但是呢 透過開放政府 大家可以所有人同時提出聯署 提出議題 提出質疑 沒有一個人能夠去 把別人的麥克風搶過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如果看到一個問題 你覺得 這個問的真的是不太好 那你唯一的解決方法 你沒有辦法去破壞它 因為你也不知道是誰問的 所以你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 那你提一個更好的問題嘛 然後希望別人按讚把你推上去 把它蓋過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每個人都只能加上去 而不能把別人剪掉 每個人都有一把麥克風 你不能把別人的麥克風剪掉 的這個情況下 它是把操控權平均的分散給所有人 所以它還是會被操控 當然 那包含文字能力好 文字能力不好等等 但是至少它可以讓更多元的聲音 可以出現 那關於文字能力好不好 這個我們可以透過各種轉譯的方式 去把剛剛講的 就是我透過巡匯的方式 把這個開放政府 帶到每個人的面前 而不是要求它 搭很長的車到台北 或者是上一個它不熟悉的網站 而是它就很自然的就是聊天 那它聊天的時候 我們後面的數位技術 自動的把它變成竹子的 影音的等等的記錄 把它傳遞到所有的這十二個部位面前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開放政府 能夠具體做的貢獻 那它把操控權更平均的 去分散給所有的人 有四代朋友問說 科層的體制通常反應快不起來 也很難口語化 那政府對於工部門內部的流程 有什麼建議 其實我自己的辦公室 是我可以從每個部會 戒掉一位朋友過來 來組成的 所以理論上我可以有34位同事 因為我們有34個部會 目前只有22個 那當然就是 來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就會戒掉期滿 然後就會需要抓交替 所以目前跟財政部 正在這個關係當中 對 那但是就是說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在這邊 因為每個部會代表不同的價值 我們不是主導性的 不是說我下什麼才是 我從來不下才是 對這22位在我辦公室的同仁 所有人的考基都是自己打的 我就是不管怎麼打 我就簽名 那在過程裡面 大家都是一個完全平行的 這樣一個態度 那當你需要跨價值的時候 其實所謂的科層體制的那個 就是術語其實就不一定管用 就是說 因為我們辦公室有這個NCC來的 文化部 財政部 當然內政部 外交部 反正每一個都有自己一套術語 但是當你要跨這些部門 然後一起做點什麼的時候 你不得不用口語化的方法講 因為對每個部的專業 當然都有專業 可是每個專業到出了那個 不去別的地方的時候 可能其他人來講都是你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情況下 因為跨部會的溝通的必要的關係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工作列表裡面 我們有一個共享的一個看板 就是我其實來這邊的同仁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想要做什麼 你要不怕讓所有其他的部會知道 那又因為我不接觸國家機密 所以我隨時都可以 把這個看板內容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在每一個部會來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在這邊 但是繼續做他們部會的事情 但是就有一個前提 就是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好朋友這邊 汽車燃料費案 農委會的動保家中法則案 地方創生等等這些東西 我們都有一個很明確的 那目前有哪些同仁正在這個裡面 有哪一些正在開的會議 工作會議的時間 工作內容 接下來有哪些代辦事項 就是在我們就叫working out loud 就是不怕別人知道 我們正在做什麼的情況 那別的部會的朋友們 一看到這個我們也用得到等等 那他們就可以自動的來加盟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自然就沒有科層的問題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純自願性的 就是有人挖坑有人挑坑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種純橫向的網絡 它並不是要取代本來那個垂直的那個網絡 但它確保垂直的網絡裡面的距離 可以是一個比較近的一個距離 那這個就比一大堆這個 有99個notification的line群組要好得多 因為那個都是比較沒有脈絡的 那這個是很明確的有脈絡的 那確實有的時候 好比像說 同一個部裡面的不同三級機關 三級機關裡面的不同的組等等 其實有時候距離 比部會中間距離還要遠 所以在每一層裡面 大概都可以去用到 這樣子的一種互相整合的方式 那這也是我這個具體推薦的一個整合的 就是作業方法 有三個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請問台灣跟其他國家 比起來開放政府的階段 在什麼階段 其實我們每一個國家的台灣政府 都是因應當地的這個民主化的需要 所以像很多地方 他們目前還在做 比如說anti-corruption就是反貪腐 因為這個是對他們來講最基本的 如果你還在一個貪腐的這個狀態底下的話 那其實上面的什麼透明 那些數字都本身都沒有可信度 那在台灣的好處是說 我們主機種族的數字 以及各位產生出來的數字 民間相信的程度 其實在國際上面來講都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等於是我們一開始做 台灣政府的這個credibility 正當性就已經在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基礎上面 那我們在上面發展的呢 其實台灣做的特別好的 其實我覺得是多元的參與 就是我們各種各樣的參與形式 大家不會滿足於每四年才投一次票 而是希望每四天就有一些事情可以 捲起袖子做 那這個是國際上都非常羡慕的 因為對很多老牌的民主國家 民主就是交給那些代衣士做的事情 他們其實不管參與是預算 或者是剛剛講的這種電子聯署 或者是公投或者是什麼東西 他們都已經運作非常久了 他們不再覺得這個東西有什麼新鮮的 所以他們的類似監察院審計 不問大家有什麼疑慮的時候 有四個人來就已經很多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台灣我們隨便PO一個有什麼疑慮 就四百個人來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確實是我們的 就是因為解研之後到現在也沒有多久 的一個新鮮民主正體的一個紅利 我們看這個全世界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參與度我覺得是我們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導入數位技術的時候 台灣可以說我們在這邊寬平就是人權 所以我去詢回到不管哪個偏向哪個離島 我都還是可以跟台北去做這樣子一個 雙向的視訊的互通 那這個是非常奢侈的 在全世界能夠喊出寬平是人權 而且做到的管轄領域真的沒有幾個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需要非常珍惜的 在其他地方 他們每一次推這樣子的時候 都要去問說 那我是不是把一群人又落在後面 像他們做參與式預算在歐洲 甚至有一些他就必須要把參與式弄成 他可以放在提款機的螢幕上面 用這個很少的字數才能夠說明 因為他唯一的身份認證跟投票的方式 是全國都有的只有提款機而已 所以大家就必須要用提款卡 然後在提款機上面對參與式預算做操作 那在台灣的話我們至少可以說 任何人都一定收得到這個網際網路上面的 這個網站或訊號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台灣做得特別好的一個地方 有三個朋友說對於不上網路的民眾似乎是弱勢 是不是有無從表達意見嗎 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現在連不上網路的話 你可以請你隔壁的人幫你post title的問題 就是說社會本身這個橫向的連結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們當時這個在就是電子連署裡面有一案叫做恆春案 在恆春案的時候他們是希望空勤總隊來設助恆春機場 這個一看就有一點無厘頭的這個題啊 為什麼飛衣直升機要跑去恆春機場呢 原來是因為他們要當救護車用 因為他們離最近的一家大醫院是90分鐘的車程 那在當地沒有辦法去動像中風啊心血管啊 這種恆春這個旅遊可能就是潛水碰到一些狀況 那常常後送是很困難的 他們有八千多個人連署 可是這些人呢其實很多不一定是恆春人 他是來觀光的 那為什麼他們會連署呢 就是因為他們在民宿前面擺攤 然後呢去下這些觀光客說 你知道你潛水發生意外會怎麼樣嗎 如果你也覺得這個有危險的話 請現在掃Q啊馬上網連署 如果他沒有帶手機或這個帳號的話 那個他們這個志工還會幫他連署 所以這個非常快就衝到八千多票 那在這裡面呢其實 就是內政部是說我們真的沒有多的硬直升機 旁邊國防部有一個軍營要不要用一下 國防部說那邊我們要撤出了 是不是交通部開一個快一點的高速公路就好 交通部說這可能會摧毀沿線的觀光 是不是衛福部把醫院弄大一點就好了 那衛福部說我們有跟國發會提案子 國發會沒有準啊 我們是不是跟國發會來處理一下 之類的 那這個過去可能十幾年都是這樣子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就是網路參與 有一個我們叫做冰桶挑戰條款 就是權責機關有兩個以上的時候 有國發會協調主協辦 如果A還是覺得B才是主辦 B覺得C覺得A的話 那對不起啊大家都是主辦 大家一起去衡存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所有你看到這些部位 全部都好去衡存 就是實際面對面跟大家去進行溝通 所以並不是說你不上網路就不能夠發表意見 這個在網路上面 只是去說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這是叫做agenda setting 就是說我們請行政院一定要重視這件事 大概就到這個程度而已 至於怎麼重視 那就是我們實際去衡存 然後去跟當地的這個各個旅遊醫院啊 當地的組織者啊 這個屏東縣議員啊 大家可能認識的講 我們講樂會女士啊 然後還有這個很重要的鄉民代表啊 不是PTT啊 滿洲鄉的鄉民代表啊 等等這些在地的組織者 所以在地組織還是很重要的 我們還是面對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逐一的去把所有這些可行性提案 透過ORID的方法去做事實上的釐清 感受上面的對焦 建議上面的可行性分析 以及最後歸納到大家共同的一個insight 就是說我們希望大家更相信在地的醫護能量 所以到這個開完一整天的會之後 大家都有一個粗略的公式就是 不管他本來的地場是什麼 這個是大家共同的價值 那所以在隔一天的 隔兩天我們就把這個就是 新制圖做成了一份書面報告 那大家確認過沒有問題之後 當時恆春的朋友還開車到台北修正裡面的幾個字 在禮拜天的時候 然後禮拜一拿去給院長 那院長看了之後 這個很有道理 那他就實際去恆春了解 了解之後馬上就撥款 所以現在婚禮醫院就 好像兩億元和三億元的一個案子 就正在蓋拿來解決 當地的這個醫療資源的問題 所以我想重點倒不是說這個提案 這個提案可能立法委員十幾年來提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而說這是第一次 我們行政院可以很有信心的說 這個提案對大家都不壞 我們做事不會被任何人抗議 而且大家不管本來正在抗議 什麼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第一步 那這是所謂的阻略共識 大概做到這裡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好 那我們可能只能再處理一個問題 而且下一個問題好像有點奇怪 哈哈哈哈 那有兩位朋友們說這個聲音很好聽 那就非常感謝大家的提問 然後各位自己投的票 大概是這樣子 那在後面的18個問題 我想我會一個去看 可能就沒有辦法在這邊回應了 那非常感謝今天大家的參加 謝謝 非常感謝政委 我個人收回有兩個重點 因為其實政委跟我們互動很多 我覺得怎麼樣在我們的議題上 讓我們在社群網路裡面 一些民眾給我們的反應 讓他成為我們的參與者 跟夥伴關係 就是怎麼去take care他們的感受 把他們拉進來 成為我們形成政策的一個參與者 我覺得這塊是我們講完要很注意的 有時候我們做公務員 我們會很主觀地去排斥 那你說的就是不可行的事情 這個你們就是沒辦法做 但是我覺得我們怎麼去take care他們的感受 把他們拉進來 然後跟我們一起來形成政策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而且將來我們都要很注目 尤其是海關的事情 很多外界對我們幫我們都不算了解 所以這塊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還有就是剛剛政委特別提醒我們 現在沒有平衡報道的事了 我們還在講平衡報道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我學習很多的事情 還有就是我覺得剛剛政委有特別圖示 那個整個政府就是參與那個網路 參與平台那個整個流程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涉及執行力的問題 就是將來我們在整個政策上 民眾他的議題他是在處於我們整個政策 行程過程當中 或是我們實務之急的過程當中 它是屬於哪一個程序裡面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應該大家都跟我一樣 學習很多 因為畢竟我們將來都要面對一個這樣的網路時代 我覺得大家都比較辛苦的就是 政委我本來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座的年紀都在一個中 其實我們面對網路時代是有一點點門檻 對不對 所以但是我們會很努力跟上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在院裡面用的都是一些我們叫做輔助性的一些技術 那這些技術 特別是一個很重要的輔助性技術 因為如果從小 謝謝 因為像我這一代是大概就是打鍵盤長大的 可是像對我爸媽那一代來講 打鍵盤對他們其實是相當困難 對 所以現在不管是語音輸入或者是這種笔式輸入 對他們一樣都容易很多 其實我看到很多公務同仁 他們並不是排斥用就是數位科技 是這個輸入的這個模態 它要切緩的時候是非常困難的 那所以大家還是很習慣對於一張紙 那可以有一些批注啊 可以換頁啊 可以等等這些工作 那所有這些工作其實真的 我不是要幫人家投賣產品啊 但是就是Apple Pencil真的是蠻好用的 那如果有足夠多的這種就是筆式輸入的這個經驗 或者是語音輸入的經驗的話 我想大家對於資訊科技就不會覺得 距離那麼遠 那就像我在這個全世界的旅遊嘛 在歐洲也去過很多地方 那我阿嬤今年已經86歲了 那我回來都會幫幫她帶VR嘛 然後跟她分享說 這個我看了什麼地方我去哪裡去旅遊 那VR對她來講就不需要學習啊 因為她帶上去就好像她跟我去了歐洲一樣 那所以我們多一點這種輔助性的科技 而不是說我跟阿嬤說 你一定要背多少頁的指令 你才能夠到哪一個網站去看我的郵寄嘛 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是要保持一個輔助性的一個態度 所以也希望各位 如果未來看到有AI開頭的這種表案 或想法或怎麼樣的話 盡量把它解釋成叫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把這種事情我們自己也不願意做的事情 去交給輔助性的機器來做 而不是去搶到那個好像 AI一定要把人的判斷的部分搶過去做的這件事 因為這個東西大概短期之內 可能20年內大概還不會發生 但是幫我們省一些力氣 這個是可以做的 以上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政委 今天給我們這麼精采的專題 我們再次的感謝政委 希望下差也有機會 謝謝 謝謝 給我們一些很奇巴士的思考 謝謝 謝謝謝謝政委